哈啰 大家好 今天來為大家解答一下 什麼珠子的尺寸適合用什麼尺寸的蠶絲線或水晶線 因為有一些粉絲在我們的影片下面或者是粉絲頁留言說 他看我們的影片然後自己自自串煮手煉 但遇到了幾個問題 例如就是 像這種 尺寸不一樣的水晶 他該用什麼尺寸的線 像我現在 螢幕上面的這個就是大概 2mm的串珠 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種很細很小的這種串珠的話 你的 蠶絲線 我們準備了 蠶絲線可能就要只能用 不是可能就一定只能用單骨線 因為用雙骨線的話 它就會太 太粗 就會穿不進那個環 我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們裁一段 3-4線 2mm的 就是 串珠比較 比較 少人做 因為像我這個 3-4mm的帶起來就蠻細了 那這種 這麼小的通常都會做2-3圈左右 或者是拿來點綴用 比較少做單圈的 但也是有啦 就是看個人喜好 那我們來穿穿看這個 2M的串珠 單骨線穿過去的 感覺 那我用單骨線 單骨線就是 對折 就是假如你的手圍是15公分 那你就取 15乘以2 就30公分 因為你要對折嘛 然後再留10公分的打結長度 所以你就總共 才40公分的蠶絲線 然後對折之後 這樣就是單骨線 所以2mm的是可以用 蠶絲線 單骨的蠶絲線製作 那如果你今天不想要用蠶絲線 想要用水晶線的話 要選什麼尺寸呢 來看一下水晶線呢 我們今天拿的這個是 4mm粗的水晶線 我們來試試看 應該是0.4mm 那我們來穿一下 那像水晶線它就不用用引線 因為這個蠶絲線很軟 所以它必須靠引線 才可以穿過 串珠 但這個水晶線它是有硬度的 所以 它可以直接穿過 水晶的那個洞 所以如果你要製作 這麼小的串珠的話 可能就需要買 0.4mm的水晶線 那還有一般是這種 0.8mm的 0.8mm的可能就沒有辦法穿這個 所以你要 2mm的話呢 就要選 0.4mm的水晶線才可以穿 那我們試試 0.4mm的 可以穿這麼小的 其他一定都沒有問題了 其他這種就是有 8m的啊 5-6m的啊 3-4m的 那 想穿 有 有粉絲問說想穿這種 2mm的話 就可以用 單骨線 的蠶絲線來編織 或者是 0.4mm的水晶線來編織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今天你的珠子是比較大的 可能像 3-4mm或者是5-6的 像這種 8mm的 串珠它的孔 蠻大的 所以就可以用到雙骨 示範一下什麼叫雙骨 雙骨其實就是 對折之後是單骨 那再對折 它其實就是雙骨 就是它會有四條線 那我們來串一下 雙骨線呢 適合什麼樣的 什麼樣尺寸的串組 我覺得8mm的一定要用雙骨啦 那如果是5-6的 你就可以試試看 你喜歡 因為你線越多 它就會 越近 那這個是 8mm的用雙骨線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要用水晶線呢 就要選 這種 0.8的彈性線 水晶線 那我們試試看5-6m的 5-6m的 5-6mm尺寸的串組 看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它有比 8mm稍微緊一點 就是你戴起來拉的時候它的彈性會比較緊 也就等於它 因為它跟很多線 累積在一起 所以它斷掉的時間會比較長 就是可能 單骨線它可能一年換一次線 那雙骨線可能可以撐到兩年 因為它 這種蠶絲線非常的細 你要等到它斷的話 可能可以撐滿久的 所以這個 5-6mm的竹子也可以用雙骨線 那如果你不喜歡 戴起來這麼緊的感覺 你就採用單骨線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再來試試看 那3-4mm的線 適合用雙骨線嗎 月光石大概是3-4mm左右的尺寸 可能就無法穿過去 它這個就只能用單骨線製作 所以呢 幫大家分類一下 那如果你的串珠是屬於2mm到6mm 就是6mm以下的話 你就可以採用單骨的蠶絲線 或者是0.4mm的水晶線 那如果你的串珠是6mm以上的話 你就用雙骨的蠶絲線 或者是0.8mm的水晶線 這樣大家有清楚嗎 就是以6mm為區別的話 就是以上 就是採用雙骨跟0.8mm 然後以下 就是採用單骨跟0.4mm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做 串珠手鏈的話 就是先確認一下 自己手邊串珠的尺寸 這樣就很好去 確認自己要用什麼方式去串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串珠尺寸的那個 稍微的介紹 如果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還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那如果有更好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有說比較 不正確的資訊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就是指證我們 或者是有更好的意見 可以留言給我們參考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掰 掰掰